由前桥委会委员长张富美 却领的105年国庆文化访问团 异想台湾 巡回到金山湾区 当地有800多位侨胞出席支持 演出阵容包括歌手潘岳云李明德 是带来了多首经典又怀旧的歌曲 另外模仿500与阿妹的表演 也让现场观众惊艳不已 金山湾区桥教中心布置的喜气洋洋 里里外外都充满了国庆气息 今年的国庆文化访问团异想台湾 在前桥委会委员长张富美领军下 已经崩城仆仆巡回了13个城市 湾区是倒数第二站 10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主委宜荣 代表颁赠礼物及感谢状给张富美团长 张富美则代表桥委会委员长吴欣欣 感谢大家的力临与支持 也希望今年的演出能带来惊喜不断 这所有的一切都真是显示出来 真的是土坚同气 然后四海欢城 然后也证明了 孟子所说的一句话 就是得道者多度 得不乎必有名 事实也证明 不论文外在的环境 怎么样的变化 我们海外的小包 对于中华民国台湾的支持 以及向心力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宜荣另外赠送礼物给三位桥领 包括建国百年海外代表崔敬钱 美西玉山协会理事长陈军亚 及美国加州排舞创会会长林贵湘 感谢他们为这次活动出钱出力 我现在虽然不是桥委员是资讯委员 但是我一定中华民国 双十国这个事情 我一定大一的支持 就像我们现在所有的同胞 所有的朋友都在大地 接着大家共同切下精美蛋糕 祝贺中华民国105岁生日 也为当晚的表演正式揭开序幕 一开场由小阿妹简语会 带来竞歌热舞 瞬间炒热现场气氛 接着模仿艺人皇上 带来五百世情歌 以及你是我的花朵 等经典歌曲 宜荣也跳上舞台 一起再歌再舞 为表演带来另一波高潮 另外还有小丑达人周子谦 与观众一连串的互动 及斗曲表演 以及盲人歌手肖湘霆 带来的抒情歌曲 每一个表演都博得满堂彩 也感受到湾区 乔包乡亲的热情 特别换上国旗庄的李明德 献唱外婆的澎湖湾 并走到台下与观众近距离互动 展现清唱实力 压轴的潘岳云也饱到未老 一连献唱多首快智人口的老歌 让观众沉醉在怀旧的气氛中 最后全体大合唱 台上台下以歌声 以国旗相互辉映 全场欢声雷动 展现百分百的爱国心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出 美国盛河西采访报导 美国盛河西采访报导